一带一路特别报道 述说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火红的大坑里燃烧的正是天然气 它从土库曼斯坦的达瓦闸天然气火山口出发 距终点70004公里 它们要在30天的时间里 通过陆路和海路的换乘最终到达目的地 它从北京出发 距终点3881公里 每一天都有将近900万度的电能 在国与国之间奔跑 它从云南门山出发 距终点28公里 它们都是能量 一场关乎44亿人生存的能量大迁徙正在进行 它们究竟因何而来又要路归何方 一场能量自己的脱口秀 从这里能量带你启程 您看到的不是浩瀚的星空 而是一带一路的能量宝藏 闪烁的星光是石油和煤炭 悬浮的云雾是天然气 如果用2014年的全球人均消费量来计算 以探明的这些能量 够一带一路44亿人使用50多年 然而能量却喜欢扎堆 在一带一路沿线上石油储量的82%在中东九国 煤炭的60%在中俄两国 中亚中东再加俄罗斯储藏了91%的天然气 然而这个区域80%的人口 却恰巧躲开了这些复数的能量支援 需求和供给之间勾勒出的是一带一路上能量的流动 拨开云雾 让我们的能量之旅 从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开始 在这个火红的大坑里燃烧的正是天然气 因为当年在开采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人们只好把泄漏的天然气点燃 可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 火焰还没有熄灭呢 这么多的天然气迫不及待地要冒出来 普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到底得有多少呢 我们对已经公开探明的储量做了一个换算 它相当于现在我每走一步 这一只脚踩上去的可是一个立方的天然气 可如果在我们国家 这一只脚踩上的就只有这里的一百分之一 为这么多的天然气寻找出路 已经成为了土库曼斯坦的一件大事了 这里是距离火山口四百六十公里的阿姆河汽田 它是由土库曼斯坦和我们中国共同合作开发的 自从2009年建成通气以来 它已经向我国输送了超过一千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足够我们全中国人用上半年了 从这里出发的天然气 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奔跑了四天 就来到了这里 深圳 它的到来结束了深圳用气紧张的时代 现在深圳每天用气量最高的一个小时 可比这之前足足多出了一万立方米 这些多出来的气呢 足够三万个家庭做好一顿饭了 而到了2017年的时候 中亚有望为深圳提供四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这可是深圳现在一年用气量的3.5倍啊 这么多的天然气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这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 有可能会被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 那就是电 天然气带来的不仅是电 也化解了一个营绕深圳十年的困局 这是深圳玉湖电厂普通的一天清晨 再次站到这里的黄翔 对十年前那金色的每一天还历历在目 去到现场看到的两条大烟囱在那里冒的都是黑烟 那个灰碰到衣服 就算你怎么洗 它过两天还是会穿个孔 因为采用重油发电 生活在玉湖电厂周围的每一位老百姓 身心都饱受侵蚀 于是黄翔向人大发起提案 希望玉湖发电厂可以改用天然气发电 可是电厂的耗气量 每每总是让捉襟见肘的深圳燃气供应望而却步 这个天然气分输站所在地叫球鱼岭 曾经因球鱼而得名的它 在2012年求来了万里之外的中亚天然气 就这样玉湖之困的难题解了 目前我国用的中亚气已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 相当于代替了1.33亿吨煤 这可以堆满近19万个水立方 因此减少的污染排放 更是相当于浙江一年的燃煤排放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中国因使用能源而产生的碳排量 在2014年减少了1.3亿吨 这是15年来的首次减少 受益于此 全球碳排量40年来 也首次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减少 不只流向中国 天然气从中亚和俄罗斯出发 送达中东欧18国 土耳其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则分享着来自伊朗的天然气 能量在能源流动中释放的同时 也在被另一种方式创造着 那就是装备和技术的输出 这是一批从北京出发 要运往巴基斯坦的风电装备 他们要在30天的时间里 通过陆路和海路的换乘 最终到达目的地 那像这样的能源装备流动呢 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上演 那包括风电 水电 火电和光伏在内 我国每年出口到 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装备 大概相当于北京式的电力装机 而像刚才这样的大车 每天都会有上万辆在奔跑 当这批风电装备 到达巴基斯坦的时候 另外一路装有光伏设备的车辆 已经来到了泰国 在泰国邦武立府的 这个正在建造当中的光伏电站 这些设备正在被一一的组装起来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层薄薄的膜 把太阳光转化成电能 可就全靠它了 另外它还可以被装在 高楼大厦的玻璃窗上 甚至是汽车的天窗上 那在中泰合作的这个电站里 像这种中国最先进的光伏发电技术 已经同时启动了四种 他们一边在测试 一边在比较 哪一种技术的发电效率会更高 而在中泰双方的这种四管齐下的 高端测试背后 实际上是为了下一步 泰国大面积的建设光伏电站 做好准备 如果你了解了一下 泰国工业部的未来的计划 你就会发现 这里头实际上 蕴藏着一个很大的机会 这个国家到2036年 还需要940个这样的电站 像我手边的这种光伏板 大概还需要2.35亿片 你知道吗 当这些新的电站建成之后 他们将为泰国的300万户家庭 提供电能 当泰国等等这些东南亚国家 在行动的时候 它的邻居南亚也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像太阳能 风能 核能等等 每一种清洁能源 都想在这片土地上跃跃欲试 在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的街头 你能听到这种发电机的 轰鸣的声音吗 它说明 现在已经停电了 各式各样的发电机正在工作 在这里每隔三四个小时 就会停一个小时的电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发电机 因为买一台小型的发电机 就得要将近四万块人民币 而巴基斯坦人一年的平均收入 还不到一万块人民币 所以即便是像这种 三十八九度的酷热难耐的高温天 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没法使用空调 电扇也只能是充电的 缺电的困扰远不止是这个市场 这里是伊斯兰堡医学研究所医院 急诊室24小时都要跟生死赛堂 可在这里 间歇性停电竟然是每天的家常便饭 医院为了救死扶伤 备用电源还跟得上 可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缺电几乎是致命的 巴基斯坦的支柱产业纺织业 就因为电力供应不足 使得成本攀升 如今整个产业已经比2011年下滑了40% 这张图描绘的是一带一路沿线 主要国家的人均用电量 严肃越深代表人均用电量越少 而最深的是南亚和东南亚 印度每人平均每天只有1.7度电 而阿富汗则只有0.2度 甚至不够煮熟一锅饭 输出技术建电站非一朝一夕 有另一种方法解决缺电的难题吗 这里是云南天堡口岸 从这个地方跨出去的话呢 就到越南了 虽然说两个国家之间有边界 在人员往来和商贸交流的时候 得有护照办签证 但是在边界上有一样东西 跨越国界不仅畅通无阻 而且每时每刻都在不间断地穿梭着 这就是远处的那条连通我国和越南之间的跨国电力大通道 现在每一秒钟运到越南的电 就够一个越南家庭用上20天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和越南之间 中国和缅甸 中国和老挝 老挝和泰国之间都已经架起了跨国电力通道 每一天都有将近900万度的电能 在国与国之间奔跑 如果把这些电送到老挝 够老挝全国用上两个星期了 其实现在老挝北部五个省用的电 都是从云南电网送过来的 六年前在通电的那一刻 老挝北部的190万无电人口 才第一次用上了电 在老挝的朗伯拉邦省 这个刚刚建成的便电站即将投入使用 而从这里延伸出去的 是中国和老挝共同建设的老挝北部电网 第一次有了电网 老挝北部的电力输送 从原来的乡村小道 变成了现在的高速公路 自从有了这条路 老挝人不仅可以得到更加稳定安全的电能 更是拥有了可以吸纳和传输电能的通道 其实这种变化不只是出现在老挝 在整个湄公河流域 每个国家都在加速实现电网的互通互联 而未来在湄公河流域 还将会出现更多的水电站 把奔腾在河道里的能量送到空中 送往远方 我脚下的这条河就是蓝沧江湄公河 它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发源 流经 缅甸 老挝 柬埔寨 泰国 最终从越南入海 这条河不仅仅养育了流域3.2亿的人口 还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根据测算 它可以用来开发水电的资源 相当于22个我身后这样的大型水电站 可以供将近5000万人一年的用电 不过呢 它目前的开发量是1% 也就是说 还有99%的共同开发的空间 流域各个国家电力发展不均衡 电网输送能力弱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让我们沿着这条跨国电力大通道 来到距云南349公里远的 老挝朗博拉邦 一早 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副总经理通沛 就驾车奔波在和中国合作建设的书电网和水电站之间 协调沟通两大工程之间的合作 通沛在中国学习电力的女儿正好放暑假回国 也被她叫来做自己的中文翻译 通沛迫切期待 电力项目早日建成 这不仅会给老挝带来更多安全稳定的电 输送电力的通道也会变得更大 让电能跨国流动有了可能 怎么样的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大家能共同取得经济效应 这张板块图显示的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天然气拥有情况 板块越低天然气越少 如果想让这些深处挖地的国家都能有充足的天然气可用 未来还需要开发运输12,366.68亿立方米 这相当于我国六年的天然气用量 同样 药箱点亮让这些因缺电而昏暗的地方 还需要54,982.52亿度电 发这些电就要新建将近56个三峡水电站 奔跑发能量 正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共同意愿 更是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数以万亿计的能源合作开发 正在加速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